再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也就是说只有我们NPC才会掉血 然后这些东西都不会掉血的 虽然它会有一些粒子效果 但是它并不会掉血 那是不是这一个应该写在NPC里面 NPC的负类 负类 OK写在哪个地方呢 在销毁之前 在销毁之前 也就是 伤害之后 伤害在起的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伤害 NPC的伤害质检 然后在这个地方 spawn从类生成Actor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做的那个UI 叫做TextDamage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就有个Text 看到没有 这里就有个Text 就可以把这个伤害传给它 用来显示 这个就是直接传到 传给我们这个值 我们不是刚刚生成时公开把它给勾选了吗 这个地方就就会有了 生成的位置 生成的位置 应该就是这一个伤害的上面 我们就获取它的位置 获取它的位置 但是它的位置得要加一个值 就是Z轴 Z轴 我们的这个纵向这个轴 稍微往上面偏移一点 然后看看这个位置行不行 我们先试一下 好 现在有这个10出来 但是这个是没有的 因为它不生PC 虽然但是它并没有直接在它头顶上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高度 有几种办法 我们用的最简单的办法 添加一个什么东西 添加一个虚拟的 我们叫做这个公告板组件 公告板的组件 然后我们把公告板上面写的这个textdamage 好 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樱头 我就可以随意调整位置 之后我的这个文本呢 就会从这个地方来生成 好 我就把这个地方先锯掉了 把它拖出来 然后获取它的位置 获取它的位置 然后传给它 然后编译保存 好 然后再到石头 看一下这个石头 石头就会多了一个这个billboard 有一个樱头 樱头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樱头上面 往上面放一点 对不对 往上面放一点 然后每一个NPC 而且它出来这个掉血的UI的地方 它都不同 所以我们一个这样的值 在复类里面加一个这个公告板组件 好 再到这里面看一看 可以看到现在这一个 持着往上走 好 这个是使用的一个伤害的UI 就会有什么时候 就会有什么时候 再到这里面看一看